西政行第十二天 我们从成都市左供出发 继续向拉萨进发 看看这个车龙 这些不属规矩的车 你看看 你看看怎么走的 我大货车也过不来 两头都堵死了 这一排全是不守规矩的世界 超级没数值 这是叶阿山海拔4658米 今天雾很大 可惜啊 什么都看不到一片雾海 请注意急转弯 官道行驶 请注意控制车速 真正的云山雾海了 杀手 前方有连续弯路 请注意 请注意 慢一点 跟了河南车就可以 应该这个骑行的队伍 这是骑行的队伍 单车骑行 这个应该是团队的前方的招牌一样 他还是骑摩托车的 骑单车的 还有步行的 徒步的 哎呀 还拉车的 等一下可能我们会遇人拉车的 前方有连续弯路 有的连续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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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个车身上还有太阳能板的 对 差点的 那现在每年都来 一年来一次 那就是上瘾了 独瘾了 请注意急转弯 温道行驶 请注意控制车速 拉萨的海拔 连续弯路 在4600呢 看见了 这就是拉车 进账的 嗯 从地降过来 请注意急转弯 可惜不能停车 不然可以采访一下 哈哈哈哈 请注意急转弯 弯道行驶 闪过去的 迎商户台 请沿318国道 继续行驶39公里 搓过来就搓过来 这里就是天路72拐 可以看一下 怎么拐的 这个就是燃乌湖啊 今天下雨 所以湖水有点昏糟 看一下 雨中的燃乌湖 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